大家好啊 刚才这个视频呢 是事发扬州啊 这个是扬州 怎么回事呢 就是扬州市通报 就是一例阳性感染者 这个阳性感染者呢 他在这之前 已经做了十次的核酸检测 全部都是阴性 那么在8月25号 就是再一次做这核酸呢 呈阳性 这名感染者居住公寓 所有的居民都被这大巴车 就集中 就拉走隔离啊 那么这个现在扬州网友呢 就是现在在微博上就开始发帖 就那意思 就有的 就我给大家念几个 就比较有代表性的吧 什么时候解封 就是难道还让全市人民等到9月份 就是你们做家里拿钱 我们老百姓呢 房贷 车贷 怎么办 奶粉钱 从哪来 请你们为老百姓想想 就是杭州现在居民就是对这种 就是一个人如果发现阳性 就是整栋隔离 就这种做法 就是非常非常的不满 那么这个这个人是在8月25号晚上在这核酸筛查当中发现这一例阳性 这个阳性的人就是他住在哪 他是居住地是什么 鼠港 寿西湖风景区 明胜区 城北街道 寿西湖服务院小区 这现在就是封控 小区整个被封控被管理了 这个阳性就核酸检测成阳性的人员 他是5号8月的5号 7号9号 11号12号1415161723号 参加10次就核酸检测都是阴性 就是你突然一下 现在变成阳性 他住在就是这一个住宅单元一共72人 就是作为就密切接触者 那么他这整栋楼一共是79人 作为这次密切接触者 那么现在就是全部集中隔离 拉走隔离 上大坝 带上行李 带上换洗衣服 带上生活必需品 拉走上大坝 全部集中隔离 大家刚才看到这个视频里面 这个就是扬州 就是北街道 寿西湖 服务院小区 你下边你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视频是从楼上的居民拍的 下面有很多的大坝 这个居民呢 他都是身穿这个防护服 拎着行李 现在就是基本上排队 就是上这个大坝车 马路上就没车辆 就是路边呢 没有行人 这个小区呢 只能看见这个防疫人员 还有就是要隔离的人 反正就是 现在中国的做法 就是一旦出现新的病例 就是马上隔离 而且就是延长隔离 现在那没办法 你中国你现在的防疫政策 就是这样 对吧 一旦你现在有新的病例了 那就意味着这个扬州 就是又得延长 就是隔离的这个时间 那么他们现在网上发帖 就是对这个政府处理疫情的 你就这种方法 就是表达这个愤怒 还有不满 对吧 你这样就把人困家里一个月 吃喝靠自己 一次又一次的核算 你说上班怎么办 对吧 你说你不上班 你钱哪来 对吧 你现在就是 还是像我以前说的 这个就是又什么 停工停产 就是搞革命 你说现在停工停产 做核算 对吧 就反正就是 班也不上了 就在家里抗议 你换来的什么呢 你说政府 你给老百姓什么呢 都说的都是一大堆 什么为你们好 都这种妈废话 都这种偏当话 您看下 您看下边微博这留言 没等来复工 等来就是第15次核酸检测 明天从捅嗓子眼开始 然后这会儿 真想哭 在家里足不出户 待了一个多月 室内新增 已经连续45天 就在大家看到希望 调整心情 准备解封的时候 突然又爆了一个 风空小区确诊 不是在扬州的人 根本不理解这种心情 这心态就是直接爆炸 本来计划好的 八月初考完 就跟对象出去旅游几天 如果有空还能回家 你看看完了 现在彻底一切计划都泡汤了 对吧 从毕业到现在 已经居家49天 该说的不说 真呆够了 完了 合理吗 合理吗 全是无一例 连续21天才能走 合理吗 这样的话 我今年年底都别想走 你看这稍微有一例 就是马上21天 21天 然后你稍微刚要解封 又一例 就是你永远是在核酸检测 你永远是在 就是这个被封的路上 要不然是被封 要不然是正在解封 解封突发一连 然后接着再封 所以你这样 你就没完没了 共产党这种抗议政策 就是利用以前 就是像老毛写那篇 什么鱼公鱼山 子子孙孙 无穷尽也 没完啊 你知道吗 好 这到这儿到这儿